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谭一伦 好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介绍特别来宾 资深媒体人董志生 大家好 国际政治专家赖月谦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有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刚开始要讨论什么呢 最近在中国大陆 有一个很夯的猴子 这个是黑神话悟空超夯 好 这个部分我做一下功课 它说是史上第一个3A大作的游戏 好 这个游戏很夯 就让我想到小时候 我都会玩仙剑奇侠传 可能有一样的夯 好 黑神话超夯 有200万人同时上线 这个是在线的玩家 已经破了241万 这是说这个最多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间 这个数字看起来真的是蛮夸张 可见真的是很夯 这个国产的游戏上线之后 因为它的背景源自于这个西游记 所以不少的外国网友 而且也紧急恶补这只猴子的身世 所以大家就开始看西游记 到底是什么状况 那老外被中国神话硬控 也就是说好像有点被着迷一样 但问题是回到台湾 当然台湾很多人也关注这件事情 那也有人说 没必要吧 说什么只是自爽文 像是这个热爱跑步的游戏学家说 台湾当然做得出来 关键在制作人 但是恰巧台湾游戏界最弱势的职位 台湾有资金有人才 但是只要把重要因素凑齐 要搞出黑悟空也不是难事 但没必要 一定要加这四个字 那无需跟中国比 要也是做原神 那另外一个台湾超派 他则是说 台湾有很多的游戏都超过中国20年 这么喜欢中国游戏 干脆搬去中国 请大家一定要支持台湾人 不玩中国游戏 台湾是比中国好 一起抵制中国游戏入股 哇真的很仇中 好再来这个发现青鸟的朋友 在玩黑悟空 这是在PTT上面的 他说无聊华社群 发现许久未聊天的青鸟朋友 也在玩黑悟空 那想当初他一直在社群上面 骂这个用大陆产品的人 结果现在也开始在玩了 他说哇实在真香 青鸟不怕买游戏的钱 拿去被做飞弹吗 太离谱了 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好连馆长对于黑悟空 他也说是一个世界级的大作 哎他怎么讲的我们一起来听 各位台湾人的确要以自己的国家为傲 但是台湾正步入了一个 很惨的很烂的 台湾除了台积电 好像就别人没有别人可以吹了 台湾的很多东西 设计 技术 各方各面 都早就被中国横甩几条街 只是台湾人一直不承认 你凭什么去嘴人家 人家比你强 这是已经是事实 这到底有什么好去嘴人家的 好为什么我们放这个馆长的说法 因为馆长他是比较属于 比较台独派的 那他连都持平的看待 那所以现在有人说 黑悟空的直播主都该被轻鸟踏伐吗 但是很奇怪的是 PTT过去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仇中意味 这个气氛是比较恐慌的 但现在并没有一面倒 所以似乎有一点点不太寻常的味道 可能是游戏真的很好玩 好那中国现在也抢着在各领域占第一吗 过去华为技术不是第一 就赶快被美国封杀 这个出头草赶快把它剪掉 那彭博就说现在很难找到华为的替代品 美国的国防部正在寻求禁令的豁免 好哪些禁令豁免呢 像是大疆无人机技术 美国就很难制裁 因为他算是蛮成熟 而且美国觉得比他们国内都好用 那现在7月12号 美国参议院最新提案 要排除大疆无人机的禁令 还有抖音市场 虽然讲的这个贯彻云霄说要禁要禁 但是也很难制裁 尤其川普过去不是讲得很大声吗 但现在改口支持要这个TikTok 那另外比亚迪宁德时代的技术 美国也非常难禁止 1月的时候美国有会 美国国会有进军方采购电池 但是后续也就是据点了 好不过在中国跟台海之间 也有一些美国的这个群体的氛围 我们看到美中军事新闻站开打吗 为什么因为8月22号的时候 美国第七舰队所属伯克级神盾驱逐舰 强声号进入到了台海的南端 这是第四次今年通过了台海 但是整件事情最早出来讲的是 解放军的东部战区 他在美舰刚进入的时候 就马上用这个微信号来发布讯息 然后迫使美国第七舰队 随后在脸书证实了这件事情 所以看起来中国首度抢先曝光美舰讯息 是不是要展现资讯的一个实力呢 这也是我们刚才讲的 为什么美中军事新闻站开打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首度公布了台渔民的求助专线 那郭正亮说 现在中国的常态化执法巡查 已经在进行延伸了 所以做这个公布求助专线 是不是为台湾如果被这个渔民 被日本追捕就可以拨打 因为赖清德是亲日独派 如果碰到日本可能就会跪地管都不敢管 那确实在碰到日本 台湾这边的态度是比较软一点点的 所以在之前日本扣押台湾渔船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不是有先宣示主权吗 罕见发声 但当时我们的外交部就说 你无权来讲这件事情啊 所以看起来这个叫战意味也蛮浓厚的 志生哥你怎么看 现在这个状况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因为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已经用了非常久 而且他在台湾当然有一个影响力 这影响力在险级上 那险级上造成了一些过去的年轻选票 但是当然现在有一些送动 所以最近可以看到一些独派的电视台 或者媒体就开始在攻击黑神话悟空 大家记得《鸟三明》不久前过世 他的七龙珠1984年就开始 就在漫画顺悟空的故事 整个日本为之风靡 我相信我们这个年纪 或者比我小人很多人都看过七龙珠 日本很受欢迎的漫画 他就是主角就是悟空 这个不用讲 那日本有没有因子怎么样 没有啊 你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做一个包装 其实都是那个年代的游戏 可以讲那时候的漫画跟现在的游戏 是有非常多的肉和糊结 我们过去看的那些漫画 现在都变成漫威电影 很多 就这你可以看到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这一套 为什么会受到震撼呢 RPG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把很多好的因素把它带进去 这个因素最后他其实是非常商业 非常赚钱的 譬如讲 包括我们TVPS我前两天看他的报导 他说他在中国大陆36处奇景 我们过去都用漫画的 现在用奇景 用真实的景 才去把它做一些 等于后制 然后里面有27处是在3C 那TVPS那时候的报导 你看了这些东西 很多景你去过啊 你就哇 真的好 那当黑神话悟空20号上线以后 这些景点马上集满了人潮 爆红 爆红 而且那个票价贵3 4倍 然后他自己又有公仔 他其实是一整套下来的话就非常商业 那这商业他当然对可能有些人的想法也造成影响 因为孙悟空的故事 大家从小听到大嘛 可是他可以做很多的变化 他的故事未必已经是在西游记里面的故事了 这个人可以超脱突来 你可以看台湾的演员彭怡燕 前一阵子的演员 前两年也演了一部 变演叫悟空 也是大陆拍的 然后大家看了也是解决非常好看 因为他在一个 一个 一个类似的 那个魔法学校里面跟猪八戒是同学 然后就开始演出来 就觉得他的故事当然不是西游记的故事 可是大家看了觉得好好玩 那所以 他其实可以衍生出来 那我觉得说我们这边的吃味 让人家觉得非常 不以为难 因为这些人就是每天在抗风宝台 不晓得别人怎么进步 那这个严肃 其实我们小时候 我们小时候也是听孙悟空的故事 猪八戒的故事 不是吗 那所有这些东西你就没有办法把它 化成一个商业 或者可以赚钱的一个因素 那现在看到别人壮大了以后 就开始讲东讲西 连台独派的馆长都看不下去啊 那各位想想看 其实我们有非常多中华文化美的因素 我们在这里做出来的东西都比他还健全啊 各位想想看 台湾很多人对于 就是西游记的故事 或者三国的故事 是因为小时候看日本漫画 三国跟西游记 我们很多人都是看日本漫画 然后认识了这个人 然后认识了那个人 然后其实他里面 他也有一些改造 但是基本上 他就是认识一个文化的开始 那这一次中国大陆这套游戏 他其实非常成功啊 就像主持人你刚刚讲 你看了仙剑奇侠 还有金庸秦侠传 就是说那种游戏 大家只要看台湾的电视台 到了暑假的时候 都有非常多游戏的广告 这种游戏表示 他的人口是非常多的 而且年轻人大学生高中生 他在休假的时候 放暑假的时候 他们玩这个游戏 所以这个会让你入迷 而且他里面有非常多商业 如果你朝这样正面来看的话 就不要自己那么酸 因为自己做不到 就开始讲别人的不好 这就是台湾现在 抗中宝台到最后 就养出了一堆这种人 是游戏教授怎么看 台湾这些酸文 我觉得已经不需要去理他的 他只是在他自己的圈圈里面 在那边自我的这种安慰而已 他叫做3A A就是那个 A lot of resources Time money 就三种A都要齐全 就很多的资源 时间以及资金 要投入在这个游戏的开发 过去日本 韩国 西方 美国 做出几套 但是当你这个游戏 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 你要回到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不只是创意 也是文化的底蕴 还有你市场的这个接近性 那现在中国大陆这么多玩家 然后呢 大家已经习惯于三国 或者是魔兽 或者是各种城堡 那其实中国过去一大堆 这种文化上的这些故事神话 所以现在这个黑神话 无空 接下来是江子牙 再接下来是中奎 这已经公告出来了 而且我觉得不止这一家会做 别家也会做个什么 梁三伯甚至红楼梦 不需要完全从古典里面去找 这些东西啊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资金够 技术人才够 市场也足够 你看他出来到现在 8月20号到现在 全世界都是No.1 对不对 不需要馆长啦 连国外这些游戏玩家都说 你们这些西方媒体 在那边酸 你让很多人 一直没有办法玩到这么好的游戏 我觉得它会有三个影响 商业上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了 它现在是转翻了 对不对 第二个 它会有文化上的影响 它是一种文化的软实力 也就是从它这个开始 很多中国大陆的 以中国文化为背景 为基础或者为创业 那有的时候 不一定要跟完全古典文化有关 的这些产品会越来越多 因为大家越来越需求性高 教授你有看到这画面上吗 他是直接带那个悟空的头盔 那个井窟咒 可见大家多喜欢这个 你看 已经是整个全球很夯了 谢谢 所以也就是说文化层面 政治其实是另外一个议题 我觉得其实从这个开始 你会看到游戏版的孔子学院会出现 或者是文化版的孔子学院 过去中国大陆在世界各地推孔子学院就是什么 就是教语言 那西方各国现在一个一个把它给关掉 不准它设在大学 不准它跟当地的这个合作 因为它怕 你教中文 就文化入侵 这里不过我不用教 我用Tita 我用无空 是不是 而且你要拿钱来跟我买 美国要用政治力把Tita给禁掉 它现在可能会禁 所以Google的那个前CEO 前一阵子在史丹佛大学演讲 跟那底大学生说 我告诉你好生意 因为他做完Google的CEO之后 他跑到国防部去做AIA的顾问 他说他觉得Tita会被禁 我告诉你好生意 你们这些学生出去赶快搞一个东西 把Tita给抄袭下来 你一定可以成功 在美国市场 因为你们是美国公司 所以你看 这个是精细和系 变成完全倒过来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文化软实力 你在台湾这边你面临到 你说我们做得出来 我自己以前做新闻局长 我们补助好多电影 电视 漫画 结果没有想要 现在台湾的文化部补助什么 淋浴攻击 没办法 就是完全不一样氛围 赖教授怎么看现在的状况 好就是好 因为好东西就是好东西 所以他一出来了以后 排名就节节上升 那几个小时以后就挤下 以前的第二名 然后他就成为第二名 到目前为止你刚刚有提到 他已经是241万 线上在观看了 还是维持在全世界第二名 有人说在周末的时候 看有没有机会 突破200多万到300万 那他就开始挑战 过去历史记录中的第一名 300多万 所以我觉得一个中国大陆 一个新的产品 也就是第一次尝试走3A 的单机的游戏 马上就能够几下 过去全世界的排名前十名中 他排到第二名 这就是好东西 好产品 所以很快的就不只是引起 两岸之间的玩家的喜欢 它是全球的玩家的喜欢 全球玩家喜欢 当然就进入热搜 马上的你看到 全世界的主流媒体 几乎都在报道这一款游戏 而且他在全世界主流媒体 包括纽约时报 他在他的十大新闻中 他挤进去 有的是第四名 有的是第五名 有的是第七名 这代表什么 他都在最高度的新闻热搜里面 那这个就是因为 他是一个好的产品 好 那台湾绝大部分人 是正常人 所以大部分人都乐观其诚 都觉得予有荣烟 都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游戏 而且非常好的 很好玩 而且很棒的一个游戏 就少数的不正常的人 极少数的 他就会酸言酸语了 所以你看到很酸言酸语的 那么那些人就是不正常人 不正常人就尊重他 就让他继续维持他的不正常 就算了 不过大陆的各方面的一个发展 我们有人数了几十项 它的领域在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 而且他说全世界看不到它的尾灯 很多人都这么说 不管是手机也好 不管是大疆无人机 各方面 甚至包括光伏电板 包括风闪等等 风力发电 它很多的时候都已经走到最前端了 那连欧盟的外长即将要卸任的 他都说 中国大陆是在全方位的科技工业 都已经是领先了 你如果企图想把它打下来 压下来 你是做不到 而且也不应该这样做 因为你这样做 你只会最终是面临失败 但是我们看到 目前来讲 欧盟还是决定要继续压制中国 可是问题就在于 这个外长已经说你压不下来的 而且你这样尝试都是一个错误的 你会自食其果 可是很明显的 他们继续追随美国 要把它压 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 真的是压不下来了 现在是各方面都压不下来 我们现在看到台海 您刚刚有提到的 为什么大陆率先宣布 说美国的军舰穿越台海 这代表说这是我的水域 这是一种宣誓 就宣誓 台湾海峡是我的水域 你的军舰经过我的水域 我直接告诉你 你这样的做法是挑衅 那当然美国人说 这是我航行自由 可是大陆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你 这是挑衅 因为这是我的水域 一次这样子 两次这样子 三次 长久以来 台湾海峡 在整个认知作战 就是在整个国际宣传舆论里面 在新闻中大家都知道 这是中国的水域 因为中国主动告诉你 你经过这个海域 就是对我的挑衅 我的军舰就跟着你走 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久而久之 所有的船要经过这条水域 我讲的船是军舰 所有的外国的军舰 要经过这个水域的时候 他内心就会有压力了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一定告诉你 这是我的水域 你一进来 我的军舰就跟着你走 而且随时都准备跟你作战 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自信 也是一种态势 也是一种新的开端 因为他首次嘛 所以是不是现在的这个做法转换了 也值得关注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到的就是 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8月24号这天是 乌克兰的一个独立日 美国大使馆预测 接下来数日或整个周末 将来自俄国的无人机 还有飞弹攻击的风险增加 好 不止美国 因为讲到美国 可能大家就觉得说 你的情报不见得是完全正确 但是连中国这边的使馆 住屋使馆都提醒说这个安全风险很高 所以警告不要来前往乌克兰 而且敦促乌国的国民要做好准备 必要使撤离 所以看起来这个讯号味道是蛮正确 因为连中国的使馆都这样说了 好 那俄罗斯是不是知会中国大陆 所以现在会有一些大规模的动作 所以他们赶快发布了这个要赶快撤侨呢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俄罗斯这边它的高加索港也挨炸了 就是乌军它命中了满载油料的铁路渡轮 说里头有这个大概十辆的 十罐的油罐车 它是一艘载有大量铁路油罐车的铁路渡轮 被乌军以海王星飞弹击中 所以现场是浓烟升起 好 我们知道乌克兰才攻了俄罗斯南部的 罗斯夫州的这个炼油厂 有超过十一个除油厂是陷入火海 但问题是过去其实在乌俄战争当中 我们比较了解它不太炸像是天然C这种能源 但是现在这次攻了能源 是不是有一点点感觉啦 有人认为说乌克兰是不是被水一战 而且有一点狗急跳墙 所以现在是针对了能源的措施来进行攻击 但是我们看到乌俄的外交角力 也在一些国家当中 尤其是这个莫迪 因为他是印度的总理嘛 但你可以看到他跟泽伦斯基见面 那他之前才跟普京见面 所以这变成说是不是一个心得里外交的转变 那对乌俄的和平有建树的希望很小 那因为他才跟普京会面嘛 然后又跟泽伦斯基见面 那这是不是印度试探采取更中立的立场呢 但是印度也不会跟俄罗斯闹翻 因为我们看到他真的是最大的石油买家 今年7月中国进口俄罗斯是176万桶 一天 但是印度的进口量则达到207万桶 一天创新高 所以是一个最大买家 所以看起来印度就是大家都不得罪 所以我必须要来做一些会面 当然普京见完之后就要去见泽伦斯基 好那当然中二的战略合作 我们也看到这个解放军陆军代表团 有抵达莫斯科 那俄罗斯的陆军总司令的代表团 也就加强合作达成了共识 那俄罗斯的国防部副部长 他们跟来访的解放军陆军司令员 也有进行会面 所以他们说 二中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那不止军方两个人互相见面 有人就觉得大拜拜 但是你看他们在北极航道上面 也在推进要来进行开发 这个很重要 因为像是李强跟这个俄罗斯总理 他们会晤签一个联合公报 要推进北极航道的这个开发相关的合作 包含是研究建立合作 那他们提出一个共同开发 叫做黑虾子岛 要签署开发规划 那这个是联合保护开发的规划 签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接下来如果航道要走的话 不用大老远的绕 他们可以直接透过一些比较顺的道路 直接到一个他们比较想要的这个贸易的区域 所以他的时间节省了 当然钱就减少了 甚至普清在5月的时候 到中国大陆也提出说 要让中国船只经过图门江下游出海航行 那这次在公报中也有表明 要继续展开建设性的对话 那很多人说图门江是哪里 我们先看这个图 然后再看这个文字 图门江的下游就是中俄跟朝鲜之间的重要水道 所以将会使北京能够进入日本海或是东海 也就是个捷径的意思就对了 好那再来我们还要看到哈萨克 哈萨克这边现在公布了 要经过俄尔齐斯壳 新建一个中俄新过境的路线 所以也等于是有点在互相的来呼应 所以流经中国哈萨克跟俄罗斯的这个核 会成为一个促进三个国家贸易的多连的多市的连运走廊 一个重要的组成 但问题是现在俄罗斯蛮希望有做一些基础建设 尤其他们有在做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的管道 但这个管道本来说是处于一个高度准备 是一个快要成型的状态 但现在他们的外交部发言人说 好像是一个高度准备的状态 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做好 为什么呢因为蒙古这边说 他们要到2028年才把这个管道 纳入我们国家发展计划 所以现在还不能做 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就好奇了 结果翻翻翻翻到这个8月4号的时候 发现说拜登下台之前 这个布林肯也跑到蒙古去了 那蒙古当时说 这高度中视跟美国的关系 智力发展双方战略 然后说这个跟美国的关系 是蒙古外交的优先事项 所以就被解读说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 是不是被布林肯插手了 所以我们来问永明教授怎么看 乌克兰攻打俄罗斯的境内领土 现在据说已经占了4.6个台北市这么大 好大啊 可是那本来根本没什么人的 其实没什么都市 甚至连村庄都不多 它都是一些部落 就这个聚落 几间房子这样子 所以在这整个区域 其实非常的地广人稀 那俄罗斯原先也没有什么防范 那它的目的呢 我们一直帮它整理说大概有三个 但这三个现在大概都知道不可行 第一个是违未救兆 它想说攻击北部的俄罗斯领土 然后呢俄罗斯可以把在乌东的这个军队调过去 有 但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反而因为乌克兰的士兵减少 俄罗斯的士兵往前进 那它第二个是说叫做以地异地 我占你俄罗斯土地将来我们谈判的时候 你把那个乌东还给我 我们交换 真的是想得很美好 普丁怎么会答应 第三个是叫做扩大战线 那扩大战线是对谁有帮助呢 现在它炸了三个桥据说 可是总共我们算一算 那边有49座桥 那你把桥炸了 你把你自己前进的路线也炸了 一万两千人占了4.6个台北市那么大的空地 对不起 而且都是没有山的 最多是一些丘陵 那你怎么去部署 所以美国现在的大使馆说 在8月24号应该就是明天 俄罗斯会有大规模的 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击 我再预测不会发生 最多小规模 就一般正常的俄乌战争当中 俄罗斯可能会采取的 这个飞弹或者是无人机攻击 它不会由美国大使馆所预测的 所以因为你攻击我北部 所以我开始对你报复 我觉得普丁根本就是老神在在 因为他知道乌克兰已经有一点 在做困兽之斗 就是等待这个美国大选之后 逼迫了双方一定要谈的时候 逼迫乌克兰一定要谈的时候 他现在想要增加筹码 但是现在有点进退维股了 莫迪真的是 当普丁见到莫迪的时候 其实就说 你是一个好买家 他不会把你当做一个什么影响我决策的大国 你以为你今天来会跟 这个拜登或者是和习近平一样地位 对不起 他只是帮助你 把你当做一个好买家 武器买家 原油买家 当哲人之机见了莫迪的时候 你就是美国的一个朋友 他还不好意思说 其实也不大的小朋友 他在国际政治上的这个影响力 他懂得这个机会 然后呢 砖 但是呢 也有他的影响力 可是真的是 还没有到大国的这个层面 我觉得这个北极洋航线 或者是北极航线 是接下来一带一路 中欧班列之外 现在中国大陆 在积极拓展的一个航线 本来就有提一个就是 北极洋的这个 一带一路的这个航线 但我们现在就把它叫北极航线 因为中欧班列总是有他的 就是说铁轨的限制 班次的限制 现在已经非常忙碌 因为红海的问题 那但是呢 整个北极洋 他的兵的龙解 尤其靠俄罗斯的这一边 然后呢 再加上破兵船 他能够航行的时间越来越长 以前只有短暂的夏季 三到五个月 现在时间越来越长的情况之下 他可以未来单独的形成一个 完整的航线 而且他都靠俄罗斯这一边 而不是 因为我们看到这俄罗斯的图 如果你从北极的角度看起来的话 他其实加拿大那边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接近 所以美国就对这个完全束手无策 因此中俄之间在 北极洋航线的这个努力呢 我觉得将来甚至会发展成 另外一条一带一路的航道 赖老师怎么看 现在中俄还有乌克来这边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跟美国不可能分享政治跟军事的情报 可是两个国家却不约而同的 对于乌克兰的局势在这几天 他们保持了高度的警戒 甚至已经劝告他们的公民 这段时间都不要去乌克兰 这是中美不约而同都做同样的事 然后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告诉当地的侨民能回来就回来 然后如果真的不能回来就开始准备避难 这个代表什么 他们的政治军事的情报是感觉到说 俄国是不是在这段时间会有个大规模的动作 而且不要忘了前几天 应该是昨天前天 这个李强刚到俄罗斯 跟普丁跟他们的总理有会的 我相信他们也可能有谈到有关于俄乌的战事 因为中国有一些侨民在乌克兰 所以他们会关心这件事 是不是已经有一些嗅觉 有一些暗示 那他们本身必须要做一些风险的一个管控 但是问题接着大家问了说 那会发生什么事 有人估计是说 俄罗斯可能把所有的原来的框架都拿掉了 因为过去战场都只在乌东这个地区 现在这个战场已经外溢到了俄罗斯的境内了 而里面有很多是北约的武器提供给乌军来使用 北约也已经解除了这些武器的限制 那俄国相当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报复或是反扑的一个行动 更何况普丁在前几天到高加索地区 在南奥提这个地方他下跪 五体投地 然后对于当时被恐怖分子所杀害的这些孩童 他悼念 而且他扬言要成凶 那事实上在过去的恐怖分子的首脑都被杀死了 可是在昨天俄罗斯驻美国的大使 他特别讲到 就是说这一次乌军攻打俄国 他们是比同于这个恐怖主义的行动 而且他说普丁已经下达决心 一定要对所有的负责人都要成凶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不管你跑到天涯海角 俄国的特工的任务就要把你杀了 我觉得这个在未来的这几天内大家还是要关注 在乌克兰的战事会不会爆发的更大的规模的冲突 这个是不能排除 另外您提到了西伯利亚二号线 因为原本有西伯利亚的一号线 那是经过到中国来到中国大陆 可是他每一年只输送只能够输送380亿立方米 不够中国大陆需要 所以才会有二号线的需求 二号线的规划原本是可以每一年供应500立方米的需求 可是要经过蒙古 那蒙古本身犹豫不决 而且蒙古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并不十分友好 那如果这个天然气管道经过蒙古的话 对中国大陆来说 他觉得投资那么多 然后经过一个蒙古 那蒙古并不友好的形象 变数太大 对变数太大 那会不会像蒙古会不会像未来的乌克兰 因为当初就是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经过乌克兰再进入欧洲 那乌克兰的情况倒向这个欧洲的时候 那对于这个俄国都产生了变化 所以中国大陆对这个天然气的这个西伯利亚二号线 那么他们认为应该要走哈萨克 这是比较好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这一次普丁到中国大陆来访问的时候 大陆没有松口 没有松口要经过蒙古 蒙古的总理在今年的时候 很早就已经有跟金融时报说他们会推迟 果然他们推迟到2028年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还是有变数了 好董哥怎么看现在这个战局 其实现在全世界都很怕两件事情 说伊朗什么时候会攻击以色列 我们在节目上讲说应该不会嘛 那时候也是我们13个来宾 那现在其实大家还是忐忑 为什么因为伊朗的筹码就是说 你先把加萨走廊停火 要不然我可能会报复 这是当然题外话 那现在俄罗斯会不会借着 34周年的时候开始攻击 大家又开始中俄都发出了一个紧急的信号 大家想说那一天 那一天就是一个纪念日 其实会不会有 我看也不会有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已经在那种猜忌的情况 很怕战争嘛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库斯克在8月6号被乌克兰攻进去 等于说他攻进俄国本土 那时候当然大家觉得俄国很惊慌失措 但是你刚刚听永玲老师都讲 那地方就是一个空旷 空旷等你站进去你有多少部队 你就里面就稀释了 那他可以对外讲 因为泽伦斯基可以对外讲 他要有点筹码 而且我们知道在整个战争里面 就是发言前起得最多是乌克兰 乌克兰讲什么就全世界都听 好像他讲的都是对的 其实乌克兰从俄乌战争以来 四处都在收谎 比如说大家讲到北溪 你北溪是谁炸的乌克兰啊 他那时候赖给俄罗斯啊 那现在欧洲 帮乌克兰这些国家都知道 就是你乌克兰去炸了 可是这条 这条不是 俄国所有的 俄国人跟德国人跟荷兰人跟法国人 合见了这172公里 那你损失了多少钱不用讲之外 现在德国人是通缉乌克兰的这些凶手 所以乌克兰 哲伦斯基这些人就是习惯性说谎 但是他们有很强的媒体 跟台湾的民进党很像 他有很强媒体 媒体都听了 所以他就大量的铺沉出去 哇 你看二国最可恶 那我们记得战争初期 有一座小城说 所有人都被屠杀 叫布查 然后哇 欧洲这些国家派人去查 查到最后现在两年都过去了 有没有结论 没有结论 是真是假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场战争里面 哲伦斯基拥有非常大的花言钱 可是你的真实是怎么样 他这是攻进进二国的 他讲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你那些蒙国 人家都协助你给你蛋料给你什么 他说我如果告诉他们 他们会说我不切实际 我告诉你 乌克兰现在进去就是不切实际 你看普丁在做什么 他在外国访问 然后大家起来 大家都害怕 他都往远 老神在在 是老神在在 你看他的态度就知道了 好我们刚才不是讲到了 这个北极航道吗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说 这个其实也是因为 红海的事情真的蛮多了 因为我们看到红海在两个月来 有最严重的攻击 一艘希腊游轮 他是挂着希腊游轮 21号行经红海 说遭到一连串的攻击 之后起火燃烧 导致整个船坡 没有办法控制 只能任其漂流 那似乎成了夜门叛军胡塞组织 两个月来最成功 也最严重的一次攻击事件 所以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不允许吗 所以是不是就是换了别的航道走 好但是规模最大 美国两支航母打击群 也互相汇合 F-22核潜舰都在部署 到中东这边 好这一支空军F-22的战斗机 中队已经抵达了 那二害二级的核潜舰乔治亚号 也在附近来部署 那林肯号航母打击群 也都已经到这个地方 增强对以色列的防御 那布林肯这边当然要赶快来嘛 他不是第九度来到中东协调吗 但虽然好像也没有看到什么成效 但必须得去 这是也是一种宣示的味道 因为现在不去 怎么办 中东不可以被中国把持吧 中国承包商将从沙奥地阿拉伯 石油人民币贸易成长中获利 那他们现在就说 这个石油要用人民币来支付 那未来石油人民币的使用 可能会流向工业和再生能源的领域 所以中东是不是也是中国 一带一路的一个重点区域 那也不止中东 南亚更是哦 所以我们看到尼泊尔这边的新总理 他们现在呢 推翻了过去的TikTok禁令 因为前总理 他们去年11月有颁布一个禁令 就是对TikTok 但是现在这个总理就说 哎不需要了 是不是再向中国示好 那尼泊尔跟中国 当然还有同意一些项目的关系哦 包含了是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一条 公路升级的改造 那奥利认为 就是这个尼泊尔这边的新总理 他说 在中国跟印度之间的地缘政治争执当中 尼泊尔这喜马拉雅山之国 最好是跟中国来结盟 哎这话说的蛮明确的哦 好美国跟印度也需要尼泊尔联手来 做一个对抗中国 所以尼泊尔新任外长 这个德乌帕 他本周是前往印度 但原本是说要做健康检查 但没想到印度就把他的 这个访问升级成正式访问 我觉得真的骑虎难下 那莫迪还会晤了这个人 那这个印度外长苏杰森 也是热烈的欢迎 那是不是印度有所认知 他没有办法自己来对抗 中国大陆的一个经济影响 所以呢当这个拉来美国 然后也上周到美国副国务卿这个地方 来进行访尼泊尔承诺要提供1亿美元的军援 所以感觉把尼泊尔也拉得蛮紧的 不过我们看到五角大厦 美印军事的关系相当的牢固吗 印度的房长辛格 印度真的最近动作蛮多了 他周四抵达了华盛顿 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 那也会在五角大厦来会见 美国房长Austin 那美印双方也签署了一个安全供应的协议 承诺采购关键国防资源的优先交付 意思就是说如果台湾跟印度同时要武器的话 他会先给印度就对了 好那印度的H-A-H64A-7 现在状况不太好 因为他有一架是被困在了中益边境 而且长达了四个月的时间 那印度空军说 他们在跟原厂的波音联系 要修复或是回收这架直升机 那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看到美国的陆军在44天内已经损失了 四架阿帕契直升机耶 哇确实这个受损率蛮重的 不过我们卫星也抓到 不是我们卫星 就是卫星抓到了 这个三艘歼20跟6的 这个轰6K的 这个在中印边界来挂弹 中印边界本来就很紧张了 现在卫星又看到这样的讯息 这是不是代表说 这个汇集于这个新疆库尔勒机场这边 有没有可能进行一个集结军演 印度跟中国是不是持续在紧绷 我觉得这个是蛮多人很好奇的一个区域关系 我们先请赖老师说明 好的我们看一下鸿海 这次希腊的邮轮被成功的攻击到 然后起火燃烧 这是为什么会引起媒体这么高度的关注 因为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有效的成功的 那么击中了这个邮轮 然后让它起火燃烧失去动力 在海上漂流 那过去很多的美国 英国或是以色列的这些船 或者是一些船要往以色列去 不管你是哪一国的 只要往以色列 它都被攻击也常常被打到 可是它不会失去动力 那船够大 然后被打到以后有受损 但是也可能货柜也可能船身 但是它还是能够继续的航行 能够完全控制 但是这是第一次失去动力了 整个烧掉了 那这代表什么 代表美国的罗斯福号的航母战斗群 它没有办法有效的保护 这个整个航道的安全 因为航母战斗群 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 现在回防到这个红海去 而这个林肯号已经赶到了阿拉伯海这个地方 那美国的罗斯福号航母竟然没有办法有效的拦截燕门 福塞组织它的导弹的攻击 这代表它本身没有办法提供给英 美 以色列三个国家 他们的邮轮的安全 所以我觉得或者是其他的国家要往以色列走的航道安全 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说的话是威信是会很大的受到影响 至于尼泊尔 尼泊尔由于它本身的党派的问题 有些亲中国大陆 有些亲印度 尤其是比较南部的邦 因为它的印度仪比较多 它比较亲印度 那北部的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他们一直认为要跟中国大陆建立更好的关系 这位新的总理其实是第三次回国了 他是第三次 那他每一次执政的时候 他基本上就恢复跟中国大陆友好的关系 所以这是他第三次再担任这个总理 那他当然一上来以后 马上又要恢复跟中国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上一届的政府 他是亲印度的 他跟中国的关系就往下降了 那原本他们在前前届的政府 已经谈妥的基础建设 例如说公路高速公路 甚至过去有考虑到 这个直接打通喜马拉雅山 然后后来这位总理他认为说打通这个工程到大 倒不如把两端的工程把它跟中国大陆连接 因为他们有使用中国大陆的港口 像广西的海港作为尼泊尔 因为尼泊尔是内陆国 他需要对外的联通 所以他们当时这位总理 就现在的最新的总理 他跟中国大陆有签跟广西的一个对接 所以他的产品可以透过广西 那么的港口往外卖出去 然后他国外的产品可以也透过广西 进入尼泊尔 那因此对尼泊尔的经济发展有关系 有帮助 现在这位新总理上来了以后 马上第一步就把前卫总理 推翻 反中的 亲印的总理 他的重大的政策推翻了 那又重新回来了 所以尼泊尔是变来变去 一下子亲中一下亲印 变来变去 比较难打交道 那比较难打交道 不是他的领导人翻来覆去 而是他的政局不稳 那么就会造成这些波动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接下来请杨教授帮我们讨论 这个目前状况 各位 我们看到 自从就是加萨战争开打之后 在叶门这边这个胡塞组织 他就开始对经过红海的一些船舰 他不管你是商船还是军舰 他也对军舰开过 甚至美国军舰 那也有成功过 然后也有照照攻击过 你看到这一次希腊 这个起火燃烧 蛮大的一个事件 可是我们看这个新闻觉得说 好像没怎么太觉得说是绝对的 好像恐怖攻击不应该 我们应该派军队去剿灭 为什么 那你再看美国 两大航空母舰在 一个在阿拉伯海这边 一个在军舰海这边 那在保护什么 都是因为加煞战争 现在死亡超过四万个人 拜登不断地说 和谈要达成 布林肯不断地去 去了九次 人还是不断地在死 小朋友不断地被杀掉 对不对 所以当胡塞组织对这些船舰 这个攻击的时候 我们看的新闻里面 我们不觉得说 这是一个 捞乱国际贸易 游轮进行 或者是对其他国家的军舰的 这种攻击 然后呢 美国跟这些西方国家 也不敢去攻击它 因为怕战争会扩大 因为本来你这已经在进行一个 不义之战 屠杀之战 种族灭绝之战 而美国的两大红武舰 在保护这个战争 他继续地输出武器给以色列 这个月还又多有一批 他一般叫 同时叫大家和谈 但同时来卖武器 以色列不断地在杀 这就是帝国主义政策 这就是在21世纪 你还看得这么清清楚楚 一个叫做帝国主义政策 而反抗者 只能在海岸边 拿着这个飞弹 拿着这个无人机 针对经过的这个船 表达他们的抗议 然后呢 因为这个海峡很窄 所以是有一些成效 可是呢 国际媒体又怎么样 那我们再讲到 像是缅甸的这个情况 刚才那时候要说讲的 非常清楚 但我越来越觉得 现在中国大陆 对他的周边外交的重视 那越来越展现一个 很特殊的 跟我刚才讲的 帝国主义政策 刚好相对的 也就是一种不干涉 的这种原则 他不会干涉你的内政 你内政怎么样的选举 怎么结果 你跟我怎么样政策我欢迎 你跟我怎么样政策 这个影响到我的权益呢 我会抗议我会制裁 但我不会揭露到你里面去 这个跟印度不一样 这个跟美国不一样 这个世界真的在变 好 怎么样变呢 好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赶快回来 董哥现在中东的危机怎么看 其实你可以看 我们整个中东危机 它跟美国的选举有关 那现在显然以色列 更不甩拜登了 拜登最近打非常多电话 你又不闲了 对不对 你已经对我没什么影响 太现实了吧 对啊 那民主党的大会 这几天因为前美国的新闻 都在报他的大会 那大会联系这几天 其实外面是有人在抗议以色列 但是因为美国两大党 都不太愿意得罪犹太人 所以他就变很低调 媒体也没有大事报导 哪一个媒体报导 搞不好那个媒体的金流 就会被中断 你的广告就被中断 他已经变成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 但是我们看中东这个情况 因为他有一个不确定因素 就是伊朗 那伊朗自己不会出手 他的小弟会出手 所以这一次希腊马上被打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警信 你说为什么这次他打那么准 他以前可能故意不那么准 这一次就故意把你打 以现在的科技 电脑守定了 你跑不掉 所以现在其实都是 大家都有这样的人力 那这样下来的话 美国就会紧张